我是那中華民國帕美爾環保協會 因為我們也 我必須要講個人的心理 我吳嘉文 那基本上這個環保是沒有國界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 就是很欣欲的看到 就是我們有環保交易 在全世界華人上面有一點斬鬥頭角 所以我們台灣小歸小 但是做的事情應該有前瞻性 還有做法是開拓性的 能夠讓全世界看得到 而且眼睛一亮 這個是屬於戰略的方便 我們做環保要做戰略 戰術的今天都是談戰術 那戰略假如是錯誤 對不起那成績很差 我是這麼條件 講給我舉一個例子 就像以前三國時代 曹操聽下面的 那個將人在 那個幕僚在建議 就說不要打東吳 不要打這個楚國 因為他們都下面都有一些高手在下面 不要聽我說 住口量這些 那所以他不主張打 可是曹操做了戰略的錯誤 結果他一打就 他潰敗 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今天是正負兩度膝 這個東西是很嚴謹的 包括我們自己國內也是一樣 在真的搶這個時間的時候 這個關鍵是不能做錯的 假如做錯的話 你付出的代價非常高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還好 就是說基本上就是說 前一陣子 因為有正負兩部這個電影 就是吳燕院長還有企業大老闆 他們出了錢也派了這個電影 總統他們那一個都看 他們看了 所以他們緊張了 因為照我們講的 到大陸他們的分析也是這樣研究 郭先生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環境教育法 所以要請您針對這個來發言 公聽會大家都可以講的 這是我是講觀念 我知道因為時間的關係 時間的關係 就是說請您主要針對環境教育法 這個我認為環境教育法 基本上因為時間很短 台下有那麼多單位在表達意見 事實上講話的時間很短 我是希望有一個要求 基本上在訂的時候 細則這個方面 應該在網路上還延後時間 讓大家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所以這個Email一定要有 要斷的話 講過都聽你們專家才講 那我們現在算什麼 變成這個樣 好的 接下來我要提醒各位 請針對 的 這個 谢谢大家